来 图老师 生的反义词是什么 死 对 就你说的无路可退呗 但生还有一个反义词叫熟 对 所以你这人是一个很生硬的人 你就一根筋 我要是跟他母亲之间的问题不解决 我就是生个死 而且他母亲这问题还必须他去解决 你是单一思维的人 你必须换一个想法 所以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在常人眼里就认为生的反义词就是死 在吃货的眼里生的反义词就是熟 你现在就差跟这个家庭的熟络 你第一 你要认识清楚 你所嫁的这个男人是个好男人 但不够勇敢 你认可吧 第二 你今天哭得稀里哗啦 你很痛苦是吧 我特委屈 对 你现在感觉到有多痛苦 他母亲当初被他偷掉骨口本 跟你结婚 他的母亲的痛苦跟你是一样的 人家养了多少年的儿子 你来了一年都就把我的儿子掳走了 他的痛苦跟你的痛苦是一样的 就像将来你的女儿偷骨口本跟别的男人结婚 你的痛苦跟今日也是一样的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们应该有彼此了解的基础 你要是不信你跟他母亲一聊聊 哎呀你这儿子呀 结婚之后不尊重我 不为我着想 现在我跟他结了婚之后 我才能理解当初我们做了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我们偷骨本同样是不尊重你 你们俩就可以聊得起来了 所以第二步要做的不是去买菜做饭 那是第三步的事情 第二步最需要做的是给他母亲下台的台阶 一家三口郑重地去家里赔礼道歉 接着才是买菜做饭的事 先认错不丢人 明白吗 明白 第三点不管如何 即便是跟他母亲和好了 也要有独立生活的勇气 而不要以为和好了 我就可以依靠老母亲 就你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完全有权利来决定 自己是否结婚和和谁结婚 任何一个另外的成年人 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来阻止他们在一起 这大概是一个有法律精神吧 再回到中国人本质所说的爱 我们谈到最核心的爱 父母对子女的爱 就是为了放开 是为了放手让他独立 而不是拢在身边 这不存在什么掠夺 恰恰我觉得你母亲的做法是适当的 第二个层面我是认同的 我们去完善跟母亲的关系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法律层面的精神上面 家庭还是要讲这个的 大概我们太混淆了家庭和法律的关系 所以带出来了一系列的混乱 我本人就认为 这段婚姻有一部分的痛苦就来自于这种混乱 我不是说要鼓励你们去跟母亲作对 而是说在这个困境当中 你们确实是有困境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解决困境的方式的 我觉得承认一个困境是对的 就像有的老师说的一样 你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先生 他解决不好这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生活里就是这样 越是那个有力量的人 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委屈 因为好多事要他承担 可是你选择了嘛 老师们说的不能后悔 我的理解在这儿 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 其实你是一个强者 我觉得这件事完全可以 大明大放地坐在桌上跟妈妈谈 我就要娶她 是两个人一起去谈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其实你们面对了家庭那么大的阻力 能走在一起 而且现在你们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指的不错是相比很多 也许经济上很富足 但是可能在心上面是背靠背 这样的家庭来说 你们过得还不错 你们还想好好过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老师们所说的 你们要找你们生活的希望 和生活的动力 男生要多想办法 我觉得男生有一个问题 你没想清楚 户口可以先迁到他们家吗 工作也可以先到女方家里面去发展 她可以重新把店开起来 只要夫妻是和睦的 对孩子是好的 逢年过节我们就去看爸爸妈妈 我们挣了钱就给爸爸妈妈寄点钱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就回家看爸爸妈妈呀 这跟我们是不是要 他们祝福我们的婚姻是两件事 我进我的校 我的婚姻是我自己的婚姻 如果你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你就这么做吧 所以我说听着难受就在这 就是我们的父母太爱用爱这件事来绑架我们的孩子 如果你真的爱他 他爱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人 为什么不放手让他去呢 这是观点的不同啊 我仅表达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婆 就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对 我欠你也太多了 包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坐月子那时候 我不在你身边 现在老腰也不好 你在老腰 觉得挺对不起你 我跟我妈的关系嘛 我们一起去缓和这段关系 我会主动跟我妈说 跟我妈谈 我想我们的日子 你做事跟我商量就行啊 嗯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谢谢两位的分享啊 记住他最后说那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事要跟他商量 还有 人家想告诉你 人家那不是老腰 是小腰 是吧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会对你好的 相信我好不好 你很美你知道吗 不哭了 好不好 今天你是最漂亮 来请亮灯吧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 你的眼 我感受你 给我的爱 永远给不完 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 他明明知道你是有夫之妇 还要送你蓝色妖姬 说白了就是不顺重 你居然敢把花带到家里了 一般的女生不敢做这个事 再加上你开始说 在白酒之前你有三次后悔 你心里就是一个字 亏了 嫁给这个男人亏 这个男生最大的错误 就在于没有原则的包容 他没有把你的花扔出去 就算是尊重你 你还有什么好意思在这哭的呢 你就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你不要要了靠谱 反过来又要浪漫 你怎么会接受那个花放在家里 我特别不明白这个事 我觉得你前男友的东西没扔 那是过去的时候 他忘记扔了 不是别人送的 我觉得这还说的过去 你怎么能接受 别的男人送代表爱心的花给他 还放在家里 我要扔他 不让他扔 他就说我挺喜欢这个花的 然后就是说那个 你把它扔了 我马上给你再买一束回来 代替这个不就行了吗 我刚才也说过 他但是觉得这个花挺好看 我们是普通朋友呀啥的 如果我认了以后 他又会特别生气 我就怕他生气 你的优点啊 是承受能力好 你的缺点是你的承受能力太好 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可能太他了 你还好意思还说 你要记住一条界限 我怎么灌 是我的事 但是 如果在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 要从别的异性身上去得到 这我绝对不能容忍 你这种原则底线一定要把握住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 好好地潜心地谈一次 与其哭 不如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 这个男生固然会改变 他可能会变得浪漫一点 但不会变化太大 你能不能接受 你自己想清楚 就这样 我希望在稍后的时间里面 你们可以开诚不公 时间很短 总结和组织一下 自己最想说的话 好吗 今天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借助这个节目 借助老师们的这种在场 你们可以把自己心里 最底线的东西亮给对方 就当是一次常谈的开始 或者是一次磨合的开始 好吗 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们在一起将近三年了两年多 几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现在咱们都结婚了 我希望就是说 你能改变一些 然后多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些问题 我也会试着去改变 希望你以后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 希望我们多沟通 因为我当初都下了多大的决定 跟你走在一起 然后当时都不顾父母的反对 我依然的就觉得 你就是那个队的人 我就跟你走在一起了 但是我觉得我俩结婚 才多长时间 我就觉得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 我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都学会了做饭 学会照顾家 我都切断了好多朋友的联系 但是我觉得 需要我再考虑一下 来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回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亲爱的 我们以后好好等 我希望你能多理解我 或者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 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 保湿套和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我希望今天是我们 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我改变 希望你也改变 我们过得更好 我希望你能多理解我 然后我以后 尽量就是有啥歌 你说开了 不再那么努力去的 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 来 提亮灯 我永远不会变 我每拍 每秒 每日 每夜 每一个 我都 你 你 都 我 都 都 我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